心脏病和中风的元凶 常被称为坏胆固醇的LDL有好坏之分 较大的,蓬松的,通常是无害的 而真正危险的是那些小而致命的子弹型LDL 它们容易进入动脉壁,逐步形成堵塞 而造成堵塞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高胰岛素水平 打乱了体内脂蛋白的正常循环 正常情况下,LDL会被肝脏回收循环利用 但当胰岛素水平上升,不仅损伤血管壁上的保护层 也让肝脏无法及时回收 被氧化的LDL变得小而逆致 并有可能渗透损伤了的血管壁 当这些小颗粒卡在血管壁时 免疫系统会尝试清除它们,导致炎症,最终形成斑块 这些斑块并不是你吃进肚子的胆固醇 而是因为体内胰岛素失调和脂肪代谢紊乱造成的 如果斑块破裂,可能会引发心脏病和中风 虽然它听类药物能降低血液中的LDL 但对那些已经氧化的,甚至已经卡在血管中的小子弹无效 所以,心血管健康并不能依赖药物,必须从问题的根源下手